明顯的午後雷震雨現象 我們預計未來一整個禮拜 可能都還是這樣子的天氣形態 不過以水氣上來說 禮拜六、禮拜天水氣稍微少一點 但下禮拜之後呢 水氣又逐漸的增加了 那在遠陽的部分的話 其實開始有一些熱帶擾動 或熱帶雲粗開始發展起來 我們不排除在下個禮拜 可能會有熱帶新低氣壓 或颱風在遠陽行程 我們先從衛星雲圖上面 來看到台灣附近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以雲量上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附近雲量上並不算太多 但是在南海 以至於到日本南方海面 其實有相當多的熱帶雲粗 正在發展當中 其中一個是在南海的熱帶雲粗 在這邊發展 另外一個是在台灣的東南方 大概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目前也有一個熱帶雲粗 正在發展當中 而且我們預計在週末 可能有可能會變成熱帶新低氣壓 甚至下禮拜 我們不排除會變成颱風 而至於遠陽上開始有熱帶雲粗發展的原因 其實和大環境的變化有相當的關係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雲圖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海平面氣壓跟流長的分析圖 我們可以看到圖上面 綠色跟黃色的區域 其實就是代表高氣壓籠罩的位置 而至於在藍色紫色的區域 就是氣壓比較低 相對是低氣壓籠罩的位置 環境上在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在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這個黃色也就是太平洋高壓籠罩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偏向在台灣上空的 因此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初期 天氣上相對是比較穩定的 可是從這個週末開始 一直到下個禮拜 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勢力 從台灣逐漸的往日本跟韓國方向調整 相對在高壓的南側 也就是台灣附近 讓出了一個相對低壓的空間 那因為這整個大環境 開始轉向是一個比較大的低壓帶 也就是所謂的季風潮 所以這當中就開始有些 熱帶的雲促發展起來 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從下週可能會有熱帶性低氣壓 或是颱風的狀況 那就目前的雲圖資料上面顯示 在這個大低壓帶當中的話 其實又以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 這個熱帶雲促 目前發展的狀況有稍微好一些些 而根據未來的資料上來看呢 它很有可能在週末 會先變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下週有可能會變成颱風 路徑上呢 這個低氣壓的路徑 其實還不太明朗 就目前的資料上顯示 大概週末一直到下個禮拜的初期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或是低氣壓 會逐漸的往琉球海域靠近 剛開始的路徑走向是比較緩慢的 而至於下週的後期 這個低氣壓或是熱帶性低氣壓呢 很有可能在路徑上面 還是一個比較不明朗的狀態 所以在預報上面不確定性還相當的大 所以之後這個低氣壓它怎麼移動的話 氣象局還是會密切關注 那不確定性因素比較高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在大低壓帶當中 除了這個低氣壓它發展的狀況之外 還有其他的低氣壓也在發展 另外就是這個低氣壓它發展的時間呢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它後續路徑跟強度的變化 不確定性相當的高 所以我們要密切的注意 而至於在最近的天氣上來看的話 低氣壓呢大概是在下週逐漸的發展起來 所以在週末的話其實相對來說水氣上是比較偏少的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可以看到 最近因為都是比較偏東風的天氣形態 所以有一些零碎的回波 順著東風進入到台灣東半部的陸地 因此在禮拜六 禮拜天 以及今天呢都還是可能會有些 在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降雨的時間不長 雨量預計也比較不會太大 不過要特別留意的是在西半部地區 雖然上午到中午天氣晴朗 甚至可能會有點炎熱 但是在中午過後可能會有明顯的 午後熱對流出現 我們還是不排除當熱對流發生 午後呢可能在中南部地區各地的山區 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甚至好雨的狀況 尤其當中可能會有一些短延時強降雨的現象 而另外在溫度的部分呢 也是在典型夏季天氣形態的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 那今天我們還是持續了針對東半部以及雙北發布高溫資訊 提醒在這些縣市可能會有局部36度高溫發生的可能 所以最後要提醒大家 未來一週呢都還是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不過呢在東半部還是要留意一些間歇性的陣雨 西半部呢中午還是比較炎熱一點 那在下午過後要留意午後雷陣雨發展的現象 而在西北太平洋跟南海呢未來可能會有颱風形成 不過它的路徑變數還是相當大 我們會密切地觀察 請訂閱按讚分享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